宋玄人不知不觉来到了凤九居住的宫殿 此时凤九被抓,宫殿内冷冷清清 宋玄人失落离开 在路上碰到为母亲祈祷的楚婉 宋玄人为自己没有兑现承诺 陪伴楚婉度过深沉而感到抱歉 楚婉表示谅解,并为王军弹奏古琴 凤九听到琴声,心声感伤 认为自己被处死就可以帮帝君完成情节 眼看七日期限将近,叶清提请求王军保护凤九 宋玄人责备叶将军没有去找真凶 却在这说了一堆废话 叶将军领意立即去找凤九询问无忧高的原谅 凤九有苦衷,隐瞒了自己的绅士和来历 叶将军有些生气,表示凤九不松口 自己也无能为力 墓云有些担心他们的处境 凤九表示自己一定会保他安全 聂初营收到楚婉的信 知道楚婉还没有找到所回遇的下落,有些心急 楚婉给宋玄人送来桂花酒尿 宋玄人喝完便昏睡过去 楚婉在宋玄人的寝宫里找了一番 却没有找到所回遇的线索 宋玄人做噩梦,梦见凤九被敌人刺死 楚婉立即察觉到 在宋玄人梦醒之前做好准备,瞒过了宋玄人 宋玄人让楚婉先回宫,自己则去找凤九 宋玄人想让凤九说出自己的来历,找办法救他 我不能说 王军你愿意相信小九吗 凤九一苦难言 宋玄人伤心离开 陈玉援军责问思命为什么凤九会被处死 思命向陈玉解释 陈玉也没有办法帮助凤九,有些心急 陈玉兑现承诺陪三殿下赏花 却因为担忧凤九愁眉苦脸 还把气撒在了三殿下的身上 叶清提来找凤九询问细节 凤九想到当日装无忧高的碗碟被人唤了 叶清提想到了什么,立即前去检验 果然发现了问题 宋玄人心烦意乱 楚婉前来照看并借机打探林毕时 宋玄人起了疑心,敷衍了过去 调查期限已到 宋玄人让叶将军汇报情况 叶将军亲自演示了真相 并带来了人证和物证 原来是碗碟有毒,而无忧高并没有毒 叶将军带来下毒的工碧 婢女诬陷楚婉,并要刺杀王军 大皇子立即拔刀杀了婢女 宋玄人去牢房接凤九 并封凤九为夫人 想要给凤九更多赏赐 凤九表示不需要赏赐,一切从简即可 叶钦蹄知道凤九和王军恩爱 看着慕夫人花糕和短刀图 决心要早做决断,不能乱了分寸 叶钦蹄真的会放下凤九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者商书 速看吧